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乱七八糟 你仔细去看什么The View 他们就在那边讲说什么 他其实是被逼 他很勇敢 然后他被压迫各方面 就是给这样的杀人犯找了一大堆的理由 而且这个杀人犯是一个懦弱的杀人犯 他只敢去到幼儿园里面去打小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凶手在媒体上面说他是被逼的 然后造成了更多的变性人想要使用暴力 来去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那这不仅仅是在变性人的族群 包括他们官网上面也写 然后推特上面也写 还有The View这个节目上 都呼吁其他的这些变性人都是受害者 要他们起来抵抗这些压迫者 有很多左派的推特账号 要他们起来拿起武器来对抗 其中还包括亚利桑那州州长 这个Kaley Hobb的这个发言人 Jocelyn Berry 发推文说要拿起枪来 反抗变性族群的人 那张那个就是 那个老太太拿着两把枪 就说This is what we see when we see transphobic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transphobic 什么叫transphobic 对吧就是transphobic 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变性恐惧者 对吧就是说害怕变性的人 可是他们现在把这种恐惧者 到处按帽子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 他们也说我们是变性恐惧者 就是你哪怕说 你不支持他们的idea 你就是觉得说 我认为只有一男一女 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会说你是变性恐惧者 不管你到底是恐惧还是不恐惧 对而且像他这个发言人 发推文的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这种人 都应该被变性人 拿墙给打死吗 说穿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运动是 大量的左派支持的 然后杀死9岁的基督徒小孩 拜登还开玩笑地说 他不知道这些枪手 是不是有针对基督徒 左派合理化暴力事件 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2020的Summer of Love 打砸抢整个George Floyd 那个事情 Bro v. Wade之后 火烧天主教这些孕妇中心 这都是和平示威 就连从就是加州 开车到华盛顿大法官 加州暗杀大法官 都还没被定罪 现在有更多的声音说 这个是一个劣势 为变性人发生的劣势 那这是我们长期以来 懦弱造成的原因 而且是我们不断的妥协 而导致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可以把很多事情 关到一堆东西上面 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小时候开始 怪电影太暴力 促成暴力的话 就要电影分级 怪电视太暴力 所以就开始分时段 漫画太暴力 所以开始分年龄 游戏太暴力 所以说我们要禁这个禁那个的 所以说我们以为 我们只要禁了什么东西 这个邪恶就不存在了 方法就是 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权力 给政府 给政客 给学校 告诉我们说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小孩 给他们洗脑 小孩就会被洗成一个 爱清洁 有礼貌 人人见的都喜爱的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我们以为说 我们只要禁止了枪支了 枪支就不会存在了 我们以为我们只要立法了 邪恶就会乖乖的听从法律了 然后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我们站在原地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 一定是法律不够完善 我们要更多的民主党的法律才可以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病态的一个想法 我们不断的妥协 我们不断的放弃我们自己 然后得到的却是 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小孩的 关系越来越远 那这种谋杀的事件呢 其实现在开始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有更多的LGBTQ族群的人 现在已经被煽动起来 他们组织了一个什么呢 叫做变性人复仇日 那这个变性人复仇日呢 将在4月1号在华盛顿举行 仅仅是说在华盛顿了 其实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 应该是在全国各地都会有 各种各样暴力的事件发生吧 因为他们现在不仅仅是说一堆人 然后那个化着奇形怪状的装 然后穿着奇形怪状 男的蹬着高跟鞋 跑去举举牌子喊一喊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他们现在是慢慢的演变成 一个暴力的事件 各个那些禁止变性手术的州 现在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变性人 那各个呢立法说 我们不允许我们这个州里 给儿童做变性手术 就这样的州的首府 现在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变性人 以及变性人的支持者 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变性人 但是就是普通的这些 被左派洗脑的小孩 他就说我就支持这种东西 这些人就全都跑到 各个州的州议会去集结了 甚至呢田纳西州 已经有这些变性人要说 我们就是要来杀 我们州议会的议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议员禁止儿童变性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视频 这是我们中文主协商的英国 也要杀了 北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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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eng föas trend fight now shut it down shut it down trend fight now trend fight now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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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感覺像那種喪屍的電影 對 對 對 我其實很早就開始想要這樣子 形容他們了 他們就是一群無腦的喪屍 然后在那边呃 然后哪里有什么声音就马上过去 这样子一群人呃那种感觉 就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是对错 只是因为那边有正常的人而已 就是这些人已经被那些愤怒给充满了头脑吧 而且我不知道他们在愤怒什么 今天是他们这些变性人其中一个人 杀了基督徒 然后他们现在去州议会去抗议 然后去举起说他们愤怒什么什么 你完全不了解说这个逻辑是什么 他们的人杀了人之后 他们反而去抗议说他们要制止暴力 然后用暴力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完全不了解说 无法了解说这个的逻辑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被左派挑起 这样一个暴力的运动的里面 其实除了无辜死亡的这些小孩子也好啊 或者是学校工作的老师校长啊 以及是基督徒这样一个群体是受害者以外 其实在这样一场运动里面 变性人其实也是被伤害的一方 你说我们就说变性人这个群体里 有没有他就是想老老实实变性 我不想参与这些所有的政治斗争的活动 绝对有嘛 有这样的一部分人 但是就像他们去参与这些斗争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人说实话 他们真的是太傻太天真 他们呢 你想很可怜的 变性人呢 一个人想要去变性 他就是他没有得到正确的积极的治疗啊 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心理疾病 你哪一天觉得你是女的了 你想想看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心理疾病 对 这是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 这跟你就是说 我突然有一天睡一觉起来 我觉得我是老虎 或者我感觉我后背就背了俩翅膀 就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不管怎么着 这翅膀都在 我就觉得怎么着 这是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积极的治疗 还有对待 现在 左派告诉他是什么 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者是他们成立的那些所有的机构也好 说美其命约说我帮助你们 对吧 你是变性人 我帮助你们 他怎么帮助的 他根本就没有从正确的方法去医治他们 说你有心理疾病 我就从心理疾病的角度去给你医治 没有 他们是怂恿他们 去切除那些健康的器官 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案例了 有很多青少年的这个小孩啊 可能小的时候遭受了很多暴力或者怎么样 他这个心理就产生了问题 然后他就产生了这种变性的这种想法 结果他去跟医生聊一聊 医生就说 切掉嘛 你切掉了你就得自由了 你这些都是因为你的胸部啊 或者是你的这些性器官在缠绕着你啊 你一看到你就不舒服 你有你就不舒服 你只要把它都切掉了 你整个人就完全得释放得自由了 你就好了 那小孩一听说我被这个折磨的太惨了 我就是要找到一种痊愈的方式嘛 对吧 那如果你说我切了就好了 你是医生吗 那我就赶快去切 切完怎么样 没好啊 那不仅没好啊 后悔了 那身体带来多少的伤害 对不对 你不要说打针的 那个身体又浮肿了 又这那那这 很多很多 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些 难受的这些病痛缠绕着他们 本来都是健健康康的好人 结果让他们弄得心理不健康了 身体也不健康了 而且不光是这个样子 所有左派这些活动家 包括这些有心知识 他们就故意的将这些暴力 还有仇恨就种植在他们的心里面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什么 就是本来心理方面就已经不健康了 身体方面又残缺 然后他们的心中充满的 全部都是暴力跟仇恨 你说这样人活着会幸福吗 他不会幸福啊 你当你一个不幸福的时候 你除了想到自杀 有些人就会想说我自杀 我杀了别人我才去自杀 对吧 他你就不难觉得说 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说要去弄一个什么大规模的强奸案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人本来是很傻很无辜 然后想要寻求帮助的这样的小孩 结果他们一步一步被左派 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他们现在变成了左派的枪 他们现在成为了左派要达到 他们政治目的手中的一个工具 而且特别是这一次的这个变性人这个女生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悲的 因为她是一个女生 她的身体却被打了非常多的稿酮素在里面 那稿酮素是一个男人特有的东西 只有男人有 然后呢 这个东西会什么 会让男人变得比较冲动 会让男人变得比较有野心 会让男人比较容易生气 各方面的 男人这一辈子青春期开始 就是开始在跟这个东西来去 要来克制这个样子的东西 要来如何运用这个样子的东西 要来如何运用自己的冲动 变成是努力的方向 如何运用自己的这个野心 变成是自己往上爬的一个动力 男人是天生的来训练 来去使用这个样子的东西的 但是他不是 这个女生 他就是这一辈子从来就没有碰过 这个样子的东西 然后打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搞同树之后 他开始生气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开始到处暴怒 我喜欢你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就是他女生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他追求一个女生 人家就是不喜欢他 所以他就言爱生恨 他就愤怒了 他就是喜欢一个基督徒的女生 说他是最美的一个黑人女生 然后呢 过去跟他讲说 我喜欢你 然后那个人就说 我不行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能 然后呢 他就不爽了 然后他就自杀 但是他不敢自杀 然后呢 他就决定说 要去做个枪击案 然后自杀 然后不但没有去那个 很硬的 就是说你说 你去个军营 对不对 你在军营前面你掏把枪 啪啪啪 三下你就死了 结果他就跑去一个小学 里面全是小孩的地方 没有任何警察 然后没有任何防卫的这个地方 然后他去那个地方杀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女的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他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一个男的被女生拒绝就去杀人的话 这天下早就没有人了 真的 对啊 男生被拒绝这一辈子多少次啊 才可以追到一个女朋友 所以说这个女生就是运用这个样子一个男生的激素 所以他才会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因为说实话 女生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 有这样一种冲动在女人的身体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像神造男人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机制 对吧 就是你身体里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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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个 然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运用 尤其是男人成长方式跟女人又不一样 然后你从小的时候爱玩这个就是都不一样 所以你在这些成长过程中你会学习怎么去运用这些东西 然后你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你要知道怎么控制 但是其实在女人的身体里就没有像你说那种特别冲动 你说有冲动 那非常小的冲动 就是没有像不小吃冰淇淋 对 就是没有像你说那么大的 然后会让你暴怒的这样一个冲动 其实是没太有 所以你想神在创造你这个身体的时候 你身体力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栏 人说我要如何控制搞从速或者是搞从速在我的身体里面 他如何跟我其他的这些急速一起去运作去合作 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属于是外来的 完全是外来侵略的 这跟你往一个人的身体里打个猪血有什么区别啊 你身体里没这个东西啊 它根本就是一个外来的 那外来之后你身体里面当然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你搞不好一打进来 你身体里面那个各个机关全都在里面报警说 哎有义务侵入对吧 那这个义务要怎么处理不知道身体不知道 头脑不知道没有办法运用 所以你说他们这个就是一个工厂的一个产业链 把这些人拉去给你切这个给你切那个 给你打这个给你打这个 结果弄出来一群心理受伤身体受伤的一群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讲起来真的是很可悲啊 真的是很可悲 你说这个事情说来说去要怪谁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讲的就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因为四月一号开始 他们基本上应该是有全国性的这样一个暴力的活动 应该我觉得就是各个的大城市 应该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据点去做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像变性人复仇日啊 所以在这个复仇日马上来临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知道在这些人被人利用的情况下 对吧大脑不清楚 然后他们完全相信 所有的那些人给他们灌输的这种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是有一个这个愤恨 没有办法去发泄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什么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保证安全 那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种伤害的 大型伤害的事件发生在学校里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学校里面所有的人手无寸铁 所以他们一定会选择去学校 就像你刚才讲 为什么他们不去军营 你敢去吗 你拿把枪你啪一拿出来 你马上被人打成筛子 你敢去吗 为什么学校敢去 因为学校里面都是像呵呵的老师 像呵呵的家长 还有到处跑来跑去的小朋友 没有一个人有枪 而且他们知道 社会是反对学校用枪的 大家都说这么纯洁的环境 为什么要有枪支出现呢 对 那这个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这些 变态杀手首选的地方 像说学校里面都不会有枪支 政府规定学校是gun free zone嘛 政府就觉得说 你只要放一个牌子在这个地方 就说 我们这里不可以有枪哦 如果有个大屠杀这个人 一看到就说 嘿 哎呀糟糕 这里进枪啊 那我回家吧 这是那个什么 那个政府的这个逻辑 对不对 Gavin Newsom签的 你不知道这个脑回路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对 你说这一个拿着枪的人 他今天我就是想杀人 我不杀人 我心里就难受 结果他走到学校门口说 哎 我们这儿没有枪 你说你作为这个杀手 你是选择进去呢 还是你是选择回家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花那么多钱去保护 我们的钱 然后保护我们的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 我们花这么多的警力 去保护监狱里面的人 对不对 他们里面不要打架 不要受伤 但是我们的小孩 是手无寸铁的 里面常常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那个地方的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人 要冲进学校 Arcadia High 冲进去 啪啪啪啪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阻止的 你就是 就是只能是等死了 就是这么说了 对 然后而且他们做的这些方法 他们说 之前说的这个什么 Run Hide Fight 他们没有一个好的程序 Run Where to run Hide Where to hide Fight How to fight with what 不是 我觉得像这种话 都是白说 一个人拿着枪来了 你跑 你往哪跑啊 一堆人跑 你就是背对着人家跑 人家瞎打 总能打死几个吧 你跑有什么用啊 人家总算是可以找到你的 对吧 那你说躲 你往哪躲呀 你那么多人 一般多少个学生 一个学校多少个学生 你往哪躲 你躲哪儿人家看不见 他总能看到几个吧 你Fight 你拿什么Fight 人家有枪 你有什么 你拿课桌 你拿椅子 往他身上轮 中国功夫啊 Game Over 开什么玩笑 我觉得学校讲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没太有用的东西 就是你为什么要让学生 去直面这种东西 你为什么告诉学生说 你必须得 deal with一个枪手 你怎么会跟小孩子 讲出这种话来 你哪怕来跟我讲 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你就是说 如果我要看到一个枪手 那你给我枪啊 你如果要说 让我有一天面对枪手 那求你给我一把枪啊 你不给我枪 你要我干什么 我只能等死啊 不是吗 所以说第一个真的就是 我们希望可以立法 然后让老师 可以带枪去学校 而且我觉得 不过是立法的问题 现在家长就去跟 学校去讲 就是我们现在要求 必须要固有 带枪的警卫 我觉得这要是 推动立法太困难了 你在加州这种地方 你怎么推动这个立法 谁听你的 或者是可以去问 什么保镖公司 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 用这种方法 还快一点吧 就是你不能说 等到立法之后 我再让这些人来保护 推动立法是推动立法 同时你一定要把这个 安全的问题先考虑到了 就是在 还没有立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你等立法 你等个十年也是他 十年立不下来 怎么怎么着 咱就跟这等着 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些 其他的一个想法吧 其实真的就是政客 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而已 你说他每次一说的话 就说什么 我们经费不足啊 警力不足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经费不足吗 经费不足的话 我们丢这么多钱给乌克兰 经费不足的话 我们丢这么多钱 来去盖什么 从来没有盖出来的铁路 经费不足的话 我们干了一堆没事 然后 San Francisco 发500万给每个黑人 在那个地方 经费不足吗 很明显没有经费不足 我觉得不是经费不足 他们就是必须要按照 他们政治的agenda去走 就是他们知道 一定是有一大批的人 就是你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只要说返强 一定会有一大批的人 投票给你 他们只是为了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他们根本就是 你说什么学校的学生 什么生命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的 他们只是在乎说 投票的时候 有没有人投给他们 这样一个idea 就我把这个话说出来 这些人就会投票给我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 你去跟他讲 这些道理他不懂吗 每一个人都懂 他就是跟你在那里装杀 他们期待校园枪击案发生 他们期待大屠杀发生 他们期待有枪手 跑到你的小孩的学校里面 把你的小孩杀死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 让你愤怒 让你起来反对枪支 让你起来在那边哭着 然后他再帮你拍下来说 我们就是要进枪啊 我们就是要这样 唯一什么办法 就投给Gavin Newsom啊 他们希望的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就是一群丧心病狂 希望暴力的变态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可以 如果你是在加州 像这么非常难的州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想一个办法了 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 类似于法律的漏洞 或者是什么方式的 就是最起码先把学校给保护起来 如果你要是家长的话 不管你们家孩子不大了 那都是你们家孩子 不管他是上幼儿园了 小学了 还是初中了高中了 家长要去找学校谈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出来 有一个什么方案 来保护我们的学生 因为你就知道枪手 现在就是会挑这种地方去 而且一去 那里就是有一大堆的人 他就可以随便的枪杀 对吧 如果你要是不在加州 这么拦的州呢 没有这种规定的话 也是要去找学校啊 说看看是不是可以 雇有配枪的保安 还有这种防卫 配枪保安呢 其实你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人呢 可以选择退伍军人 很多退伍军人 其实都是基督徒 那这样呢 也一方面也解决了 这些退伍军人的就业的问题 而且你也honor了他们 而且呢 找到这个人多靠谱 是经过非常专业训练的 这样一个持枪 可以保卫人的人 而且他们遇到关键时刻 他们不会害怕的 因为他们经受过这样的 一个专业的训练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学会保护我们自己 就是不管你对枪支的看法 是什么东西 有些人很支持 有些人是反对到了一个 看到子弹 看到枪 就痛哭流涕 觉得那个 好像一堆人死在那个枪下面那种 你有看过这种人吗 没有 我之前看过 我就是说 你有枪吗 好可怕 你这样子万一 误伤人怎么办 我就枪你放在那个地方 你放一辈子 他都不会怎样 除非你过去碰他 但是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 就是对枪有莫名的恐惧 但是其实呢 不管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是知识枪 你是反对枪 不管怎么样 到最后 先明确一个目的 就是大家要明确目的是 我们要保护自己 对吧 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 每个人都安全 对不对 好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接下来谈其他的问题 就是呢 目前有一群 脑子是有问题的人 有枪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这些人呢 被我们的政府说是正常人 尽管他们有极度严重的心理疾病 连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分不清楚 这些人 他们是有枪的 那唯一能阻止一个持枪的坏人的呢 就是一个持枪的好人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话 如果说 你是一个想要保护你身边的人的话 你想要保护你的教会的话 去弄一把枪 训练 然后去学习怎么样去使用这把枪 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盾 他是可以保护你自己 可以保护你身边的人 保护你的家庭 保护你的教会 很多人就讲说 一个人冲进教会的话 他还是会杀很多人啊 一个有枪的人在那个地方的话 差别是 十几个尸体在那个地方 还是两三个尸体在那个地方 他可以进来 啪啪啪三个人 接下来持枪的好人就可以把他击毙 如果持枪的好人不在那个地方的话 他就是有几发子弹杀几个人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也要有相对的武力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一点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很多人他如果要是反对枪支 对吧 他就会说 其实我也不是反对枪支 我也不是反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 我只是希望能够立更多的法 做更多的背景调查 就是我们要保证 拿到枪的这个人都是好人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背景调查没有用 立更多法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政府说谁是正常人 谁就是正常人 没错 你明白吗 就是他可以改变衡量正常的标准 现在明明背景调查就会有说 如果你要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是不会给你枪的 你是没有办法买枪的 对不对 那你说像这些变性人 他们明明有这么明显的心理疾病 他们可不可以买 他们当然可以买 为什么 因为政府说他们是正常人 政府说他们没病啊 所以是不是精神病 这个定义的一直在改变 它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精神病的定义 你以为那个精神病的定义 就是但凡有一点不正常 它就属于精神病 对吧 你认为那个定义 跟政府认为定义是不一样的 政府可以说 我觉得他就没病 他可以拿 政府一看 他有病 他就不能拿 所以这个衡量标准完全在他的手里面 你立再多的法律 没有用到最后还是有一堆精神病 拿着墙可以到处去杀人 而且你就说 Hunter Biden就好 我刚才看了这个一个影片 就是 Joe Biden真的说什么 要反对枪支啊 然后什么什么东西 他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assault weapon 对不对 我们有shut gun就好了 我有一只shut gun啊 我儿子有一只啊 在美国 你只要有吸毒的前科 你就是不能拿枪 OK 那Hunter Biden有没有吸毒 冰毒啊 大麻 骨科检 各方面 他吸到牙都掉了 对 他还是有枪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FBI不冲进去 对不对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法律只能管得了好的人 法律只能管得了我 只能管得了Falicia 今天杀人已经是犯法的 今天持枪进入学校 已经是犯法的 今天在天纳西那个地方 open carry 就是你拿着来福枪 在外面到处走 也是犯法的 那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去破坏了这些法律 然后去杀人了 因为他们犯法的这些人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你定的到底是什么法律啊 对 所以说你怎么可以觉得说 只要有一个background check 然后只要我们进了这些枪之后呢 这些人就不会有这些枪了 这是不合理的一个情况 这是不合理的一个逻辑 就像台湾 对不对 黑道他就是有枪 对不对 那普通的人就是没有枪 立了再多法 你可以说完全进枪 进什么什么 黑道他要什么枪 他还是自己有枪 不是 你哪怕 那个立一个法 就是说我们不允许有黑道 这样的组织 对 人家不光有这个组织 人家还贩毒 人家还有枪 人家干啥就干啥 他管你吗 你那个法律是怎么立的 他不管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不只是要保护我们自己 这个physically 而且要保护我们的权利 当我们夺取我们枪支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放上坏人的形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就是被攻击的对象 而且媒体还有社会在帮助而且合理化他们攻击我们的行为 只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在这个时候我们更不可以屈服 更不可以妥协 这一次的看得非常的清楚 他们已经杀了人了 然后他们现在周议会里面抗议 然后还要有一个变性人复仇日 你到底要复仇什么东西 你们的人去杀了九岁小孩 三个九岁的小孩 然后你们要复仇 我们不知道说这个逻辑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们的媒体就是在那边说 他们很可怜 他们这样是被逼不得已的啊 我记得有一个很清楚就是一个主持人 他节目上就说 那你要他们怎么办吗 他们已经被你们这些基督徒逼成这个样子了 你要他们做什么 你期待他们怎么做 我期待他们不要杀小孩 他们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会被合理化 全部都会被说 反正千错万错都是基督徒的错 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这样的情况产生的其实也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基督教啊 这个是唯一一个有律法的一个宗教 他们为什么这么讨厌基督徒 为什么这么反感基督徒 其实他们反感的是我们的律法 而且他们反感的是 我们会活出律法 我们会执行律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说基督徒会教育小孩嘛 就说同性的东西不可以去搞啊 对不对 因为圣经里面说这样是不可以的 那那个变性 你不要去变性 因为你是按照神的样式去创造的 然后你应该接受你自己的这个神创造给你的这个样子 对吧 他们恨的是这个 所以他们认为说基督徒在攻击他们 他们为什么恨基督教 是因为这里有上帝的律法 所以他们去恨基督教 为什么他们不讨厌佛教 佛教就说 你没事啊 你再下回轮回啊 你就怎么怎么样啊 他没有一个律法的东西 除了基督教 还有犹太教这样的东西 其他的任何宗教没有一个完善的律法 他根本就不跟你讲说 什么东西行还是什么东西不行 但是基督教里面非常明确的这些东西有写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更不能屈服 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价值观 当他们在这边大声吼 然后跟我们说 你在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就杀死你 你如果禁止我们变性小孩的话 我们就杀死你 我们进去你的教会 我们进去你的学校 我们要杀死你 杀死你的小孩 我们要威胁你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妥协 我们千万不可以妥协 We don't negotiate with terrorists 这个是一个政治目的 这个是要让我们放弃我们自己 放弃我们的神 放弃真理 放弃正义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妥协 我们不可以让他们继续变性我们的小孩 变性小孩是错的 这还不是说他们不能变性哦 OK 变性手术还是被允许的哦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要不要做变性手术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 也没有任何的法律 或者也没有任何人说要立法要去禁止这种东西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现在说的是你不可以让未成年 让小孩去做这样的变性手术 然后他们现在在那边嘻笑 然后说要杀人 然后去杀了小孩 然后现在呢 还要在这个我们的州议会说要去 trans day of vengeance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我们如果这条防线都防不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输掉整个战争了 因为这是最重要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有勇气来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有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在帮着我们 所以说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而且我们绝对不要妥协 那下面呢 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变性人跑到那里 说要杀这个要杀那个 然后要杀议员对吧 然后个个的他们弄起 这样的一个暴力的一个活动 这就让我们提醒到我们自己什么 我们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讲过 现在加州所有的立法 就是法律规定 在学校里面K to 12 必须要教这些东西 如果不教那就是违法了 所以不管你们家的孩子 有没有跟你讲过 说我们学校在教什么 不管他们根本跟你说过 你的孩子都在学习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正在学习 如果他现在年纪大一点 那他就是已经学的时间更长一点 如果他要是年纪非常小 那他从这么小 他就已经在学校已经被洗脑了 所以要教育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孩子 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些人发疯了 他们自己的命也不要了 然后别人的命也不要了 要去杀人的时候 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孩子 变成那些人的一份子 不要让他们将来的成长轨迹 是变成那个样子的 要让我们的孩子栽纵在神的话语里面 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神的真理 还有正义里面生活 让他们长大成人之后 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 能够为神这个做光做眼的这样的人 而不是像他们那样一部分的人 这个洗脑这个东西 是很难很难摆脱的 洗脑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入侵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了 家长是如何要去防御这些东西 每个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 教育的方式也不一样 你应该最了解你们家的孩子 所以你要知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给他最坚固的教育 让他能够抵抗这些东西的攻击 不管是透过家庭教育 还是课后辅导各方面的 我们要在乎的就是 我们要关心到我们的孩子的教育 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孩一起学习 我们要把小孩的生命 跟我们的生命放在一起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茁壮 建立一个好的家庭 来防御我们的家园 不可以再让这些人来侵蚀我们 而且这个样子的思想 这个样子的 你不管是网路啊 还有各方面的 你就从圣经开始 你把这什么网路都全部都关了 圣经是一本非常非常棒的一本书 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智慧 只要你去读 只要你跟你的孩子一起读 两个都会被改变 两个都会得到成长 我们不可以再只依靠教会来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内容 教会 很多教会只讲恩典福音的 很多教会只讲一堆什么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祷告就好啊 什么什么 记得十一奉献啊 太多教会是这个样子的教会 我们的神 我们要自己亲自的去认识 我们的圣经我们要自己去读 那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不是基督徒呢 非常欢迎你走到教会里面去 如果你要是不是基督徒的话 非常欢迎 你现在就接受耶稣 然后你就可以来开始真正的 开始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你要不是基督徒的话 你没有圣经的话 现在世界上这些东西 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 这个为什么对 这个为什么不对 你没有办法教育你的小孩 你看到这些 你只是用你自己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那小孩也说 那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我认为那个是不对的 那咱们两个都认为 你觉得到底是谁的对 所以你要先给自己 建立一个正确的 一个对错的观念 自己要先被建造起来 之前有朋友跟我们留言说 哎呀那如果要是家长 是很糟糕的基督徒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努力 变成一个很棒的基督徒 不要再变成一个 很糟糕的基督徒 不要再做一个只受过喜 然后那个去教会换换 找其他妈妈聊聊天 然后擦他桌子 干干活 你就觉得我服侍神了 不是这个样子哈 所以一定要从今天开始 起来 真正的起来 好好地读经 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这样的话 你如果不用属灵的方式 去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现在在干什么嘛 这些东西 你都没有办法分辨的 那只能 你只能说 我凑个热头对吧 就说我觉得这个 我这个不对 大起哄 一起起个哄就完了 但是这样的话 这不是你人生要做的事情 你人生之后要做的事情 是一个永续的 一个积极向上的 努力的一个发展 这个发展 不管要影响你 还有影响你的家庭 要影响你的孩子 所以你要给他们带来一个 不能够震动的 属灵的产业 所以这个 从现在就开始 如果大家要是对教会 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你想要找教会啊 或者你想要了解 更多圣经方面的 或者等等等等的 你可以在下面 给我们留言 或者你可以给我们 发email也都可以 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反正今天跟大家 说了这么多呢 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 不能够再继续掉以轻心了 因为现在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已经非常的急迫 那你说之后 情况会慢慢有好转吗 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祷告 这个事情一定要放在祷告里面 而且是一个急迫的 一个征战的祷告 那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 希望有更多的 像被这些煽动起来的 已经身体跟心灵 都受伤的这些变性人 希望他们能够 真正的认识神 他们能够真正的回转 能够真正的 得到永恒的生命 那在这个时候呢 也是在越危急的时候 很多时候 美国的基督徒 过得实在是太舒服 我们把神的话 不当一回事 我们把学习的时间 不当一回事 我们把圣经 不当一回事 但如果我们再去看 其他国家 那些遭逼迫的基督徒 我们就知道 神的话语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 是应该产生 多么重的分量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好好的读经 好好去做每一个 神愿意我们去做的事情 好好的能够 为神来做光 做眼 在这个世界上面 好那非常感谢 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你对今天的这个话题 不管你是对禁枪也好 或者是对他们 现在山东的 这一些暴力的行为 你有任何的看法 或者是你觉得说 哎呀 这个教育的方面 是有一些困难的 或者是我有些疑问 欢迎都在下面留言 不管你脑子里 想的是什么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 一起来交流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弗丽莎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